Hello,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北京的金星 大家有没有觉得我今天非常的奇怪,对不对? 那怎么描述我刚才的行为呢? 我这个行为其实叫做卖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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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萌 其实卖萌的意思呢,就是叫做装可爱,装可爱 看到了吗? 装可爱呢,用越南语叫做,其实我不是很会念 我是找我的越南朋友帮我翻译的 所以刚才我的一系列这种动作其实都是在卖萌,卖萌 大家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也会看到有一些朋友 自己拍照片,自拍 也会这样,对不对? 这种行为呢,都叫做卖萌 或者说你犯了一个错误 怕你的爸爸妈妈,你的朋友惩罚你 他们会责怪你,所以你就会跟他们撒娇,卖萌 这样的行为都叫做卖萌 那如果女生卖萌呢,其实还挺可爱的,对不对? 所以如果我们想称那些很可爱的女生 我们可以管他们叫做萌妹子 萌妹子 这个子呢,这个子呢,是轻生 指的就是很可爱的女生 可爱的女生,叫做萌妹子 记住了吗? 这个越南语叫做格格当月 我忘了,其实刚才还很认真的记了一遍越南语 但是现在就忘了 我发现越南语比汉语还要难学 所以呢,大家想要描述这个人这种动作 啊,装可爱的动作 我们就可以说他是卖萌 如果他是真的很可爱的女生 我们就可以说他是萌妹子 所以下次呢,你要是在Facebook上 或者是在网络上 或者是在日常生活中 见到一个很可爱的女生 你就可以直接跟他说 你好,萌妹子 他一定会非常开心的 但是你说这句话的时候 不要太自我做 否则他就会觉得你是在卖萌 好吧 今天呢,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加我为Facebook好友 如果你能把我的视频分享给你的朋友们 你就会是一个萌妹子哦 如果是男生的话 也祝福你能够找到一个萌妹子 我们这节课就先讲到这里吧 See you next time,拜拜